高鐵新竹站的警察真的好忙 因為站區周邊的街景非常類似 時常有外地的旅客記錯了 停車地點找不到車 就認為說自己的車子被偷了 趕快報案 類似的烏龍案件 一個月竟然高達了3到5件 也因此新竹高鐵站的警方 特別提醒大家 停完車之後呢 一定要記得附近的特徵再離開 避免自己嚇自己 也浪費警力資源 你還在找車嗎 有迷失過 一條道路左左右右 怎麼走都似乘相似 前前後後越看越像 車子怎麼就這麼不見了 這是高鐵新竹站的特殊現象 平均一個月有50萬人次 運量已經夠龐大 現在又因為接近新隱又接近 旅客經常忘了車子停哪去 找不到車以為被偷 烏龍報案一樁接一樁 一個月就有超過3到5起 最後發現車沒被偷 是自己忘了停在哪 可能要只跑個5到10分鐘 因為是蠻大的 找到某一個程度 應該會有點懷疑人 高鐵警察現在提醒你 哪些路段最容易忘車 高鐵站區周邊街景 相處度最高的就是 高鐵七路與八路 或是台鐵六家車站前的 附近三路二段 都是外地旅客經常弄錯 停車位置的地點 報案人以後停放機車的時候 如果真的不熟悉環境 被用手機將自己停放的位置 拍照下來 警方特別提醒民眾 車子停好要記下特徵再離開 免得心情慌亂就亂報案 讓警車載著繞圈找車 不但花費時間傷神也浪費警力 記者徐志謙新竹採訪報導 卡通俗 卡通俗